多达11家公司PC品牌厂 一口气展示超过200款主机版 英特尔第11代桌上型处理器正式在台上市 找来合作伙伴举办盛会 电脑买期望的同时 这波晶片产能短缺 已经引发市场效应 PC在我们看来 今年也是一个 这个数 Double Digit的成长状况下 那事实上我们是看到 这整个supply chain是一个非常 比较紧急的状况 因为现在因为 供给跟需求的不平衡 造成原料上涨 我想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造成这个logistic 就是运费的上涨 那这些整个成本的上涨 其实很难避免说 终端产品的价格不会动摇 台基电董事长刘德英30日指出 疫情导致供应链存货增加 出现重复下单 美中贸易战紧张局势 企业加速数位转型三大因素 导致晶片缺货 28奈米看似紧张 实际产能大于市场需求 英特尔日前发布IDM2.0计划 投资200亿美元 更要切入金元代工市场 与台基电的近合关系 受到瞩目 当然除了英特尔 我们自己在invest 我们自己的capacity以外 那我们也很积极地 跟third party一起合作 我们会继续跟 所有的这个第三方 third party的foundry 有更密切的合作 当然包括我们台湾的TSMC 包括台湾的UMC 那么其实英特尔它在制程技术上 还是明显的落后于台积电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当然就会形成一个 比较矛盾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方面英特尔又要重返金元代工 那另一方面 那么自身又无法满足 自己本身产品所需要的一个制造 产业分析师看坏英特尔代工业务 短期内依旧得仰赖台厂 目前台基电 联电 利基电与世界先进 一共南瓜全球66%的晶圆代工市占率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重镇 并预估缺货涨价趋势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至于是否出现产能过剩 明年才会更加明朗 新唐人亚海电视陈辉模糊 宗汉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